一早七點鐘工作人員全就定位大陣仗 進駐淘機持續幫一百九十名清潔公司 早中晚員工採檢 現在在採檢 還在採檢的繼續進行中的 我們還要繼續追蹤他們的狀況 還有就是說 對於這個感染 可能的感染來源 我們要做一些調查 持續追蹤 採檢對象就包含 先前八百名清潔公司員工 以及機場員工六百多人 五號都要採檢完畢 另外只要有淘機通行證的人 包含員工外包商住點等 通通都要採檢 只是感染源還沒找到 機場旅客往來又多 也讓民眾有些緊張 清潔員最常待的除了廁所之外 他們平常也會打掃公共區域 很多要出現的民眾 聽到淘機裡面有本土確診案例 他們都會盡量避免接觸 和清潔員重疊的區域 機場美食街一片空蕩蕩 員工比旅客還多 怎麼因應旅客也有方法 國門陷入病毒危機 旅客們做好清潔 上廁所飲食能免則免 畢竟顧好自身安全 還是比較重要 TV新聞 周穎倫 王新唐 黃靖穎 張惠仙 台灣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